晚间新闻由国泰银行赞助播出 梦想与未来 国泰银行与您同行 伊朗总统坠即身亡 中东局势动荡 国际刑事法庭向以哈首脑发布逮捕令 麦清德宣誓就职总统 各位观众玩 欢迎收看5月20号的华语电视晚间新闻 我是于昕伦 伊朗总统莱西昨天在直升机坠机事故中丧生 所以新的外交部长及其他乘客也都全部遇难 目前正值中东局势动荡 伊朗与西方关系紧张之际 莱西的死亡虽然不会让伊朗的政策方针发生变化 但势必会对该国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其政府构成不小的挑战 根据伊朗官方的说法 该国总统利布拉辛·莱西 于周日在直升机坠机事故中不幸丧生 与他同行的伊朗外交部长埃米拉·多拉安 以及其他几名乘客也一同遇难 伊朗内政部长瓦西迪表示 救援人员在农物笼罩的山区搜寻了一夜之后 找到了坠机地点 但并没有发现任何生命迹象 恶劣的天气使得搜救工作变得极其困难 伊朗红星约会的负责人透露 死者的遗体已经被转移到该国西北部的城市 大布里斯的墓地 坠机的具体原因则至今未知 来西的趋势不太可能会导致伊朗外交政策的重大改变 包括对哈马斯的支持以及核计划的立场 然而在当前中东局势动荡之际 政府的过度交接对于伊朗来说 依然是一个额外的挑战 该国的实际掌权者哈梅内伊 称赞莱西内心纯洁 谦逊及热心为人民服务 并且试图安抚国内民众 强调国家的失误不会受到干扰 目前来说根据伊朗的宪法 未来50天内 第一副总统穆罕默德·穆赫贝尔 将会填补总统的空缺 在莱西的领导下 伊朗与西方的关系持续恶化 国内的公民权遭到严厉打压 他在1988年参与屠杀了5000名伊朗政治犯 以及在2019年参与屠杀了150名示威者 外界也给他冠上了一个响亮的绰号 德黑兰屠夫 而在外交政策上 莱西推动所谓向东看的战略 也就是加强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 伊朗国际政策的未来走向 虽然不会发生太多的变化 但莱西的死亡 势必会让哈梅内伊 失去一位值得信赖的副手 甚至是未来的接班人 国际刑事法庭ICC今天正式向哈马斯和以色列的领导人发出逮捕令 指控双方在去年10月7日之后发动的战争和暴行 哈马斯方面辩称他们才是受害者 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无视逮捕令再次重申 摧毁哈马斯之前战争不会停止 2023年10月7日 哈马斯的恐怖攻击引发了以哈战争 以及后续灾难性的人道危机 现在一名国际检察官正在采取行动 针对双方发出制裁 哈马斯在今天的一份声明中回应说 他强烈谴责国际刑事法院ICC的检察官 试图通过对巴勒斯坦抵抗运动领导人发出的逮捕令 将受害者与侵略者等同起来 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官们 也正在追踪以色列领导层的责任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声称该逮捕令是一种政治暴行 并且坚称战争将会持续到人之祸事和哈马斯被彻底摧毁为止 国务卿安杜尼布林肯则在今天下午表示 美国从根本上拒绝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的行为 并补充说国际刑事法院对此事没有管辖权 这些逮捕令的申请现在已经交由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官小组审议 不过即便逮捕令正式生效 想要活着这两位领导人也并不简单 除非他们离开自己的地盘前往中立国家或是敌对国家 否则就很难将他们逮捕归案 前总统川普今天又回到了封口废案的法庭之上 但他在周末也没有闲着 而是参加了全国步枪协会的年度大会 他在会议上承诺只要自己当选 就要抹去拜登对于第二修正案的攻击 还呼吁枪支爱好者们给他投票 让叛逆精神阻挡民主党的枪支管控计划 本周末在全国步枪协会的年会上 发言的前总统唐纳德·川普表示 枪支拥有者们的权力正在被围困 并且敦促与会者在这个政治周期中踊跃投票 在获得了全国步枪协会的支持之后 川普承诺说 尽管面临着新版枪支管控法的压力 但他如果能够当选总统 将会支持该组织的发展 川普在演讲中并没有具体说明 他会在第二任期内如何保护或是扩大枪支权力 但他承诺会推翻拜登对于第二修正案的每一次攻击行为 拜登政府则迅速批评了川普在这场会议上的发言 副总统贺锦丽在声明中说 枪支是美国儿童和青少年的头号死亡原因 而唐纳德·川普却在迎合枪支游说团体 并且威胁如果再次当选将会使危机更加恶化 早在2016年全国步枪协会就赤资了3000多万美元帮助川普当选 但目前还不清楚该协会在今年选举中能发挥多大作用 或是提供多少资金的支持 因为在今年的2月份 该组织的前CEO韦恩·拉皮耶被指控挪用数百万公款 这一系列的丑闻严重损害了他们的声誉和收益 而川普如果能在年底胜选 或许就是该组织最好的翻身机会 拜登总统昨天在莫尔豪斯学院的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 并且向非议选民发出了和平抗议的呼吁 不过当拜登开始演讲时 台下的学生展开了一面巴勒斯坦国旗 有些学生甚至还把椅子转到别的方向 拒绝指示总统 场面也一度陷入尴尬 拜登总统昨天在莫尔豪斯学院发表毕业演讲 这所历史悠久的非议大学 位于亚特兰大 是马丁路德金博士的母校 马丁路德金在民权运动中 领导了非暴力性的抗议活动 总统对此进行了反思 当拜登开始演讲时 听众席上的一名学生展开并高举一面 巴勒斯坦的国旗 一些学生还在总统讲话时把椅子转到了一边 而这正是莫尔豪斯大学校长在演讲前与学生们谈论的话题 近几个月来 在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持续战争中 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席卷了全美的大学校园 总统承认也理解学生对冲突的愤怒 但莫尔豪斯社区对拜登的本次校园之行反映较为矛盾 英国允许阿桑奇引渡案继续上诉 消息不好来看国际新闻 赖清德今天正式宣誓就任总统 誓言在面对中国压力和全球纷争的情况下 维护台湾的民主安全 他表示希望与北京对话 但同时坚定捍卫台湾的主权和其他民主国家的关系 对此中国外交部大力抨击 强调不管打着什么幌子 台独就是死路一条 与必遵守宪法 尽忠职务 增进人民福利 保卫国家 无护国民 护托 如为誓言 愿受国家严厉制制裁 警示 宣誓人 赖清德 中华民国 113年5月20日 在就职演说中 赖清德展现出时而和解 时而强硬的态度 他表示能够与北京进行对话 但提出了中国领导人不太可能接受的条件 并且誓言 台湾将会继续与其他民主国家建立联系 同时加强对抗中国的军事集结 赖清德强调 面对来自中国的各种威胁渗透 我们必须展现出守护国家的决心 而许多台湾民众则希望赖清德政府 能够集中精力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 并且维持与北京的稳定关系 当然赖清德面临的挑战 不仅仅来自于两岸 还有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安全事宜 国务卿布林肯在今天早间 发布声明恭喜赖清德就职 以及台湾人民再次展现出 强大坚韧的民主体制 他也很期待继续与赖清德 及台湾各界合作 维护台海的和平与稳定 而中国自然是大为恼火 正在哈萨克访问的外交部长王毅指出 台独分裂行径是对台海和平最大的破坏 重申一个中国原则 是维护台海和平的定海神针 而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更是强调 台独就是死路一条 不管打着什么幌子什么旗号 推行台独分裂都注定失败 目前来说 今年64岁的赖清德 想要继续坚持蔡英文制定的方针 恐怕会面临不小的阻碍 再加上国会内部民进党失守 北京也很有可能利用台湾内部的政局不稳 大肆震透 或进一步加强台湾海峡的军事行动 让赖清德陷入既无法与北京对话 也无法进行军事抵抗的两难局面 尽管面临着许多的挑战 赖清德依旧强调 他会继续捍卫台湾的民主和安全 并展现台湾在国际舞台上的坚定决心 台湾内部的政治分歧和国际环境的变迁 将会对他的领导能力提出巨大的考验 英国高等法院 20日就维基建立创办人阿桑奇 拒绝被引渡到美国议案做出裁决 批准阿桑奇就其引渡案继续在英国上诉 在简短的裁决中 法官称美国提交的资料不充分 因此允许阿桑奇继续上诉 根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 英国高等法院曾于3月宣布 推迟裁决针对阿桑奇提出的上诉 法院一度要求美国政府做出一系列保证 包括阿桑奇可以依据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 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 以及不会判处阿桑奇死刑等 在简短的裁决中 两位资深法官称美国提交的资料不充分 因此允许阿桑奇继续上诉 法院表示 如果身为澳洲公民的阿桑奇 不能依赖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 获得新闻自由的保护 那他引渡到美国受审 也不符合欧洲人权公约 提供的言论自由和新闻保护 在宣布裁决当天 有支持者在高等法院外 集会声援要求释放阿桑奇 2010年 维基解密曝光大量阿富汗战争 和伊拉克战争期间 美国的外交电报和美军机密文件 阿桑奇随即深信官司 被美国指控17项件的罪 和一项不当使用电脑罪 2019年 阿桑奇在英国被捕并判入狱 随后美方以危机解密公布设美机密文件 危机他人生命安全为由 要求引渡阿桑奇 英国高等法院在2021年底做出裁决 允许美国政府引渡阿桑奇 阿桑奇方面之后提起上诉 如被引渡到美国 阿桑奇可能面临最高175年监禁 刚过民主共和国军方19日宣布 在首都金沙萨成功阻止一起政变事件 包括政变领导者 在内的至少4人被击毙 并逮捕了数十名武装分子 当中包括美国和英国人 目前正在接受审讯 当局强调已经控制住了局势 当地时间19号凌晨4点左右 首都金沙萨的街头传出枪声 数名身穿军装的武装分子 袭击副总理卡梅雷的住所 随后还闯入了总统府附近区域 副总理卡梅雷的发言人发声名称 卡梅雷及其家属安然无恙 有两名警卫和一名武装人员死亡 军方犯人埃肯格表示 这次政变袭击由流氓的反对派领袖 马兰加发起 武装分子原本计划袭击 总理图鲁卡的住所 但无法确定住所的确切为止 于是转而袭击了副总理卡梅雷的住所 埃肯格称 仅仅已经将马兰加在内等私人击毙 并逮捕了40多名武装分子 当中包括美国和英国人 目前正在接受审讯 美国驻刚果民主共和国大使 路西·塔姆林在社交平台X上发文称 对事件感到震惊 将全力配合当局调查事件 追究任何参与犯罪行为的美国公民的责任 报道指 逮捕的武装分子地属 由马兰加在2017年建立的新扎业组织 事发前 马兰加曾在社交平台上载片段 宣称要改变刚果现状 计划对总统办公室等区域发动袭击 要求总统齐赛克迪下台 更扬言成立新政府 去年12月 齐赛克迪以超过70%的得票率成功连任 但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完成政府的组建 现在让我们来看地方新闻 一位加州妇女在上周末创造了历史 她是有史以来第一个从金门大桥 游到旧金山海岸附近法拉隆群岛的人 她在43度的寒冷大海中游了整整17个小时 除此之外 这一段旅程更加传奇的是 该水域是鲨鱼密室和繁殖的地区 这也让她的壮举难以被后人打破 周六凌晨3点25分 艾米阿佩尔和古博瑟潜入太平洋 这是她从金门大桥到法拉隆群岛的马拉松起点 也是人类史上第一个完成这一壮举的人 是的 法拉隆群岛是大白沙的密室地和繁殖地 距离金门大桥30英里 在游泳过程中 她遇到了43度的海水 但根据国际规则 马拉松游泳必须在不穿潜水衣的情况下完成 她越靠近岛屿 海水就越冷 最后 她用17小时3分58秒 游玩了29.7英里的路程 在夜幕降临前 到达目的地 她的团队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 谷博瑟说 她会继续挑战自己 但不知道还有什么目标 才能超越这次游泳的记录 洛杉矶AM1300中文广播电台的 王牌节目近日话题 在周末迎来了30周年的庆典 两位主持人中训高宁 回顾了节目的光辉历程 并安排了精彩的演出 让所有人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周末时光 上周六 亚凯迪亚高中演艺中心的门口 抬起了长龙 观众全是因为他们而来 大家好 我是中训 今天是2024年5月18号 这个对于我们多元文化广播集团来说 坦率地讲是一个历史性的意义 因为这是我们为了庆祝 亚裔传统乐 以及今日话题这个节目 30年一个大制作的演出 洛杉矶AM1300中文广播电台的 王牌节目《今日话题》迎来了它的30周年庆典 自1994年开播以来 该节目凭借其丰富多样的内容 和两位主持人中训高宁的独特风格 成为了海外华语听众心中的一颗明珠 今天是我们今日话题30周年的这么一个纪念的日子 算对我来说也是特别的一个日子 所以你看今天是拳头的打扮 以前还从来没有穿过这么正式的礼服 《今日话题》以其涵带广泛的主题 赢得了众多的中文听众群体 节目内容从时事政治 法律 社会文化 到家庭婚姻 电影新书等无所不包 对许多听众来说 《今日话题》已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高宁中训非常知名的主持人 然后新生代的主持人赵瑞也在里面 所以我们非常想一睹他们的风采 我们今天特意赶来 我们参加这个30年的活动 因为听着这个电波 我们了解了这个今日话题的主题丰富多彩 我们希望越办越好 谢谢 我觉得在这个就是异国他乡 能够听到这个中文的声音就倍感亲切 然后给我们一个精神十凉 此次的演出 不但有中训高宁两位主角 长达30分钟的现场今日话题 AM1300的众主持人们也悉数登场 带来精彩表演 就连高宁中训的孩子也都到场庆贺 今日话题30年的历程 是一段丰富多彩的历史 中训和高宁也承诺 未来该节目将继续秉持其一贯的高水准 为广大听众提供更多优质内容 陪伴大家走过更多的晨曦与黄昏 今日话题节目30周年庆典 也将于近期内 于SinoTV华语电视及YouTube频道播出 敬请期待 欢迎回到华语电视晚间新闻 来看今天的前进华语间 好的主播来关注5月20号 美国股市的收盘情况 主要指数周一开盘涨跌互线 投资人近代大型公司公布财报 以及美联储本周稍晚将公布的货币政策会议记录 多名美联储的官员今天陆续发表谈话 其中美联储的二把手杰弗森 负责监管银行事务的副主席巴尔 以及亚特兰大连准银行的总裁皮斯多克 均认为 在通胀降温速度缓慢的情况之下 高利率会持续更长的一段时间 来到尾盘走势分化 道指的跌幅扩大 纳指再创盘中的历史新高 收盘时 道匈斯指数下跌了196点 收报39806点 纳斯达克指数上涨108点 收报16794点 标怀指数则是上涨了4点 最后收报5308点 各股消息 拥有56年历史的Red Lobster 是美国最大的海鲜连锁餐厅 公司在昨天的一份声明中证实 已经在佛罗里达申请破产 公司表示 已从其贷款机构 获得了1亿元的融资承诺 为正在进行的业务提供资金 破产申请列出了该公司的资产价值 在10到100亿元之间 公司最近宣布将关闭全国约99家门店 Red Lobster成立于1968年到2019年 已经发展到近700家分店 但是在疫情之后 它未能重新站稳脚跟 2019至2023年 它的销售额下降了13% 这家私人控股公司此后 一直在债务复端之下挣扎 同时向供应商的付款也中断了 该公司还发布了一系列高管离职的公告 以及一些导致巨额亏损的战略举措 在过去的五年时间里 这家公司也更换了多个所有者 最近海鲜集团泰联获得了该公司的控股权 但是在今年1月宣布有意出售 今天中国电动汽车品牌理想 公布了2024年第一季度的财报 第一季度理想汽车 共交付8万400辆汽车 同比增长了53% 实现营收256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了36% 市场预估为255.8亿元 净利润为12.8亿元 每股收益在1.21元 去年同期为1.44元 展望未来 理想汽车预估第二季的交车量 将介乎于10.5到11万辆之间 年增21.3%到27.1% 低于市场预测的约13.7万辆 第二季的营收年增4.2%到9.4%之间 介乎于299到314亿元之间 低于市场预估的386.3亿元 在今天收盘时 理想的股价下跌了12.7% 收报每股21.7元 以上就是华外电视记者赵璐 在纽约为您带来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上就是今天5月20号的华语电视晚间新闻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于心伦 在新闻的最后要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